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卓璇 在电视剧《陈情令》中饰演阿金 在我的心中阿金是一个特别勇敢 聪明 可爱的角色 然后他在后期其实特别害怕薛扬 但是最后还是挺身而出 其实我们的戏并不是按照剧情的顺序来拍的 就是每当拍到后面的时候 就是把自己带入不同的情绪中就可以 《孤城》这首歌其实讲述的就是我们议程的一个故事 三个忙 一个假忙 心忙和野忙的故事 然后《孤城》中其实有一些歌词是非常扎心的 比如说得一句错不在你 就是小星辰他最后自吻了 但是他其实他做错了什么呢 其实说实话这个戏我拿到剧本 到我开拍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 然后准备的其实也非常仓促 然后在第一场戏的时候说实话没有准备的特别特别好 然后所以是在拍摄的过程中慢慢慢慢进入佳境 然后因为从第一天拍摄开始 就慢慢的去越来越深入和了解这个角色 我自己的收获吧就是我其实是第一次拍古装戏 然后整体作为演员来说是一个完全的新人 所以在这部戏拍摄下来让自己学到了很多拍戏的经验 不管是走位也好 眼神也好 然后去体会人物也好 对 然后再加上就是其实拍摄的过程中大家很辛苦 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也是锻炼了我和自己的毅力吧 其实可能这个剧组中的男孩子比较多 所以女生在这中还是满受照顾跟关注的吧 然后就是途中我遇到什么困难 大家都会很热心的帮助我 在我的眼中演员不管是演员也好 歌手也好 就是作为艺术从业者 我们我自己内心认为我们就是需要去引导大众的审美方向 然后去跟观众产生共鸣 跟观众是一个情感上的陪伴吧 我觉得这个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是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吧 然后对我来说可能更特别一点的就是 每当我去演到一个角色 就是我的方式是怎么去带入情绪 就是去回忆我有相似的一段经历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拍戏的过程中我可以去不断地回忆和回味我的人生 其实事情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音乐也好还是演戏 就跟我来说就像谈恋爱一样 因为音乐可能跟我接触的时间非常的长 所以音乐对我来说已经是热爱 但是拍戏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 可能我现在还在新鲜的时候一个热恋期 我觉得特别喜欢 所以我想要持续地去发现不同的自己 其实我是第一次唱古风类的歌曲 对我来说我这个人历史不是特别好 然后所以一开始去理解歌词 然后还是花了一些功夫 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风格的旋律啊什么的 所以希望今后的作品可以更多的有这类型的 对 我自己平常唱抒情歌比较多 但是我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去尝试一些不同风格 其实在之前比赛啊还有一些综艺节目上有尝试过什么摇滚啦唱跳啦这类的 其实我就是平常有点无趣 平常觉得可能在家里面自己拿手机唱一唱歌 然后练练琴 然后整个人放松平静下来就觉得是可以放松身心跟减轻压力的了 这个吧就要说一个私心了就是蛮想跟吴亦凡合作 因为他觉得长得帅 然后是我的偶像 对我自己来说演员就我刚刚也有说就是我心目中的演员是什么样的 就是给大家传递一个审美方向 以及从情感上去陪伴大家 所以我希望今后我能够真正的成为这样子的演员 生活中除了音乐跟拍戏之外 可能偶尔打打王者荣耀 我觉得减肥这个事情真的是没有什么秘诀的 就是少吃然后迈开腿 多运动 然后真的不要吃那些垃圾食品就是了 没有捷径的 我自己演戏平常的话 可能大家看起来就是特别甜美可爱 古灵精怪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角色来找到我 但是其实我自己特别想尝试去做一个反派 可能是看起来特别甜美 但是暗地里是一个大boss这样 接下来有一些新的影视项目在接触 然后包括音乐上也会慢慢的去多的积累作品 成情令是属于我们的夏日限定 所以我很感谢大家这个夏天给了我这么多的陪伴与支持 然后因为你们的喜欢我可以一直这样坚持和努力下去 好谢谢